挖掘新聞內幕 挖掘新聞人物 我是鄭鴻怡 我是余美人 歡迎收看這個新聞 挖挖挖 挖挖 鄭大哥 五千塊輸得很不甘 不要這樣啦 其實你輸五千 我也輸五千 對啊 所以我是打拚 對啊 我算什麼 不是 平時你唱歌 你的五千成語我才拿去 平時你唱歌就比較大 幫助一下弟弟也不到哪裡去嘛 對弟弟 雲泥縣的選舉我們兩個打賭 那我們就不講我們押誰 但是我輸給他五千塊 你不講你押誰 然後他在另外一個節目跟人家 也打賭五千塊 那他剛好押的是反方 所以就是他贏了我五千塊 去付那邊的五千塊 我那邊輸五千 所以我等於打平 那他等於打平 那我算什麼 謝謝 我只有靠年底的縣市長再贏回來 再賭一番 再賭一番 這條一定贏回來 我跟你講很多人聽到說你跟我押 他們不曉得說你也喜歡玩 我說美人你太不了解他了 獨信堅強 不過坦白講澎湖這個事情 給大家很大的鼓舞對不對 對 我真的是如果說有過的話 公投有過的話 我真的擔心澎湖是一場災難 還好沒有過 這個當家做主 是而且坦白講就是說真的很多的就業機會 可以加匯到澎湖真正的居民的機會 我覺得是有限 澎湖是好地方 澎湖不要用度來吸引人 也不要用色 澎湖要用觀光 用純樸 用他的風景 我覺得全台灣人很多人對澎湖人 做的這個選擇 感到非常的驕傲 驕傲之餘 是不是我們要發起一個運動 來去澎湖住一晚 因為我們既然幫他支持 我們就要給他創造就業機會觀光 來那邊給他消費 來去澎湖住一晚 好不好 在一年之內 每個人都要想辦法 來去澎湖住一晚 好不好 人家現在電影前要補熱比亞 熱比亞要補了嗎 要補了 那就來去高雄住一晚 好不好 很忙 朋友你就15千 就不要去住一晚 還是要 我是婚姻15千 我第五不跟你補 我不敢補 雲雲 那個有點 淡淡 來 感謝